就來看風雨保單 應發到一連鎖的亂凶 台北市的小寶刀來證實 到十七歲的寶威治 已經受到三十個 尋射的案件 說富邦三千公司 禁一半 因為這個寶刀 也是受於消費的行為 小寶刀也是會受理 安排條件 如果台北市政府有富邦 金康十三%的孤魂 還有三位獨立的黨署 財政局說已經請黨署出面 向公司了解這次的正義 國民黨理會拿出 給予保單 泡紅銀行 射禮包的無人消民眾都在亂談 事後被告知被拒保的這個爭議 到十八號為止 台北市府已經受到 三十個有關 風雨保單的新訴案 其中二十五個 市場讓導播繼續導播的正義 進行上座 就是目前上有正義的富邦三限 保單集團 變成全民委的 網路上很多屈指的 都全補點名是富邦 最主要的原因是 北市府有富邦 金十三派的股權 還有三位獨立黨署 台北市府到底敢出手來灌一下 台北市政府又是富邦金扣 持股比例高達13.07%的最大股東 所以面對這一場 這個最離譜的一個保險之亂 台北市政府到現在為止 好像都悄悄不作聲 而且呢 也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審查是有分核准跟被查的 那我剛剛有跟委員報告 一開始因為它是屬於新興賽商品 一百零九人前面三張 我們都是用核准制來審查 民眾開前要報告 所拿不到你背景 大家都很完蛋 也很想起 夾這裡可以 適合勝路 就讓市府出手保護 消費者的管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謝謝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